行动装置日新月异 第16届行动创作奖 19号正式开跑 展开马拉松式征舰活动 今年征舰搭配疫情 以距离为主题 并在行动影片图文创作 跟文字讯息组里调整赛制 号召民间高手展现创作能量 受到疫情影响 有行动创作奥斯卡奖支撑的 行动创作奖记者会 今年减少群聚 全部改为线上 这次主题搭配疫情设定为距离 请创作者从科技 人性以及亲情等不同角度诠释 并首度由创作才子黄子娇 担任评审长 也很荣幸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来了八次可以换一次评审长 是这样的概念吗 怎么那么荣幸 延续与往跨界评审阵容强大 议题紧扣时代脉动 并在行动影片图文创作 跟文字讯息组里调整赛制 号召民间高手展现 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十年 台湾其实有一个机会去 更进一步的成为这个全世界 华人乃至于全世界 所有不同的文化里面的一个 创作能量来源的一个角色 去年有四万件 但是我们有跟同事说 其实再跟前年比 我们成长十个percent就好 两年多的疫情 让社交距离成为新常态 但也因为科技的进步 让距离的定义产生质变 人与人聚跟离的拿捏 也考验每个人的创意 迈入第十六年的行动创作奖 鼓励各界用创意打开 无限可能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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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